我们看一下下边一组单词 下边一组单词呢 GL呢叫什么呢 流动的光 好 因为所有GL开头的 就有种流光的感觉 记住你倒过来看 是不是叫流光 是吧 好你看这个单词呢 叫什么呢 叫做glimmer 它比较什么呢 叫微光 对不对 大家知道微光什么感觉 一种流动的小细的光 那你看这边有单词叫做纤细的 应该是叫slimmer 对不对 一种流动的纤细的光 所以glimmer slimmer 对不对 叫微光 第二单词叫什么呢 glance 它指的是呢 叫快速的有意识的一撇 快速的有意识的一撇 一撇的时候 是目光顺便流过去 对吧 这单词表什么呢 glance 它指的是快速的无意识的一撇 那么有人说 这俩单词呢 还是一撇一撇 搞不清楚怎么办 记住哦 你看没看过 对 你看没看过呢 叫做水浒 对不对 水浒里面有个人类呢 叫潘吉莱的同学 还有个人类叫西门庆同学 对不对 西门庆第一次看到潘吉莱的时候 怎么看到 有人说隐当的看 那是后来 对不对 最开始看的时候 大家知道 潘吉莱在那种窗户 西门庆从楼下经过 刚好呢 潘吉莱的同学呢 那根棍子呢 砸到我们西门庆的同学的头上 西门庆本能这么向上一看 告诉我 这眼有没有意思呢 没有 是叫做快速的无意识 那么这么看 那么看太久 不能的 对不对 脖子会断的 不刚巧出来一只美女 如果是一只猴子的话 它是这样看 所以只是快速的无意识的一撇 对不对 而至于葛朗是快速有意思的一撇 你看我们有一部电影呢 叫红楼梦 对不对 红楼梦里面有个林黛玉同学 还有个贾宝玉同学 那你还记得贾宝玉和林黛玉 如何第一次见面的什么 对不对 当时呢 贾宝玉呢 看到时代来了一个神仙般的林妹妹 于是呢 贾宝玉呢 进屋之前 知不知道那是个美女 知道 对不对 封建里掉的束缚 一个女生 一个男生 可不可能去肆无忌惮 看一个女生看太久 对不对 他只在看一眼说 嗯 找的还不错嘛 对不对 叫快速的 有意思的一撇 这样这两单词就区分开了 对不对 一个是快速 有意思 一个快速 无意思 告诉我 一见钟情是哪个钟呢 是哪个单词啊 叫love as a first 对不对 爱在第一眼 叫love as a first glimpse 叫一见钟情 那么大家知道 有人这对我们在这个位同学 基本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家都记住眼 都没有看清楚 第一眼叫一见钟情 love as a first glimpse 一个钟神有钟呢 记住不是一个钟 这表示是长得太难看了 一见就钟之感情 所以呢 这两个看 给大家看一看 对不对 好 叫做gloss glimpse 新名单词呢 会见到谁呢 叫gloss 对不对 他表示的是光泽 光泽 他只是毛发发出的光 叫光泽 你看 丝斑毛发流出的光 叫gloss 好 新名单词叫gloss gloss对不对 他表示的是 幸灾乐活的笑 看没看过 杰克斯洛伐克的动画片 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杰克斯洛伐克的 叫做巴巴巴巴 对不对 这个没有看过 是一堆橡皮泥变形 好 你可以去看一看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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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巴巴巴巴拉 好 巴巴巴系列 可以看一看 gloss表示幸灾乐活的笑 你看 流出了一光 眼睛眯成一条缝 叫gloss 所以高兴叫什么呢 叫gloss gloss 叫高兴的 幸灾乐活的笑 所以gloss 有种流动光 最后一带叫做gloss 对不对 gloss表示什么呢 叫露珠的闪光 你看前面是个哥哥 后面是个Lesson 咱可以这么背哦 叫哥哥听闪光 但是你知道露珠的闪光 也是一种流动光 叫Glinson 是不是 好那么先名单词呢 叫Glamour 对不对 它表示的是美丽 来自谁呢 叫Amour 对不对 Amour给大家讲过了 表示的是爱慕某人 所以单词好色的色情呢 还记得呢 叫Amourous 好色的色情呢 对不对 那么喜爱某人怎么说呢 叫Enamour Enamour 对不对 那么Amour表示爱慕 E表示始动词 对不对 叫Enamour 所以爱上它叫喜爱 对不对 喜爱 当然知道呢 像很多同学 在学习托付 学习接耳期间 渐进的爱上了周边的同学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特别容易对周边人产生好感 因为大家知道 周边女生那张脸 总比这个叫做托付单词 好看一些吧 对不对 叫喜欢 在我结班的时候呢 就收到一个条子 这样写的 老师 班级就要结束了 那么请前排 那个很帅的哥哥 回头看我一眼 这是一个女孩子 接耳期间呢 对周边女生产 周边呢 某个男生产生好感 大家知道 接耳一班 一个班都是五百多人的 我怎么知道是哪个哥哥呢 于是呢 我就公开朗读这个条子 当揽完以后 你要知道读完以后呢 前边呢 全班前边两百多个男生 一起往后看 因为大家都生活在幻觉中 都觉得自己是 那个很帅的哥哥 这就跟女生的爱情 你发现非常的含蓄 这眼够了 若干年后呢 在国外孤独苦闷的时候 想到这一点 都非常的温暖 是吧 在这男生四十多岁的时候 突然收到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 对不对 不说了 叫一男模 叫做喜爱某人 而男生就要直接多了 男生呢 像有一个班 在结班的时候 那男生跟我说 老师 一会儿 你能不能让我给大家唱首歌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我这样给大家唱首歌 所以男生呢 拿起麦一封给大家唱一首 意大利歌曲的 意大利语歌曲的一首歌 当时呢 我们所有人都没听懂 因为意大利语的歌 我们听不懂 是不是 大家都傻傻看着 只有几个男生 我们知道世界的真相 那些男生说 老师 他在像一个 从意大利回来的女孩求爱 那么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那人到底是谁 我们说是谁 谁快上来 对不对 结果呢 那个女孩子站了起来 脸都是汗 脸飞红 我们说 同不同意呀 同意就拥抱一下他 那个男生都傻了 是不是 因为男生理工课的 唱歌是有勇气的 要去拥抱那女孩子 没有勇气的 而那个女孩呢 跑到前面来 一把把男生拦到怀里 破了一种感觉说 弟你就从了姐吧 破了一种感觉 是不是 好不错了 叫做inamour 叫喜爱 对不对 那么这个单词呢 叫做魅力 那有什么感觉呢 你可以发现 非常好呗 后面是个爱慕 对不对 爱慕猛人 前面记得要叫流动的光 对不对 眼里边流露出爱慕别人的光泽 所以呢 glamour表示的是美丽 看到了 好 那么第28主单词呢 叫流光系列 就大家讲这么多了 是不是